浊西乡的浊西部落同样在今天举行的设计 村长表示特别学在五月分半里也是要感念母亲的伟大 在场的妈妈们都很感动 而乡长田桂花表示说这场设计是浊西乡最后一场 希望透过每年记忆展开 让部落孩子可以跟着父母亲阿公阿嬷来学习布农族的传统记忆 小朋友跟着长辈一起上山打猎既紧张又兴奋 继续着西部落伴理的设计展演活动 每年透过展演的方式呈现记忆 除了希望凝聚族人更是要将传统文化继续的传承下去 不管是从以前以及未来 我们都要有秉持的这样的布农族的一个呈现 也不是因为今天的活动而有了 而是在我们承接下一代 不管是我们的语言还有我们的记忆 都能够正确的传达给我们的孩子 卓西部落一年一次的设计展演活动在20号举行 村长表示特别选在5月份办理 也要感念母亲的伟大 在这场妈妈们都非常的感动 今天会选上这个的只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5月份是母亲的节日 因为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在座的比赛说母亲节快乐 可是我相信你们没有收到艺术光 有没有 有可以鼓励一下 因为真的做妈妈的真的很幸福 每年设计不仅能够听到部落妇女歌唱 也能看见部落的男士展现技腔技 透过设计展演不仅使族人了解记忆文化的内涵 更象征共同温习老祖先所流传的生活技能 运用智慧永续传承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